过去盖上帮有什么范家门了 什么锁家门了 李家门了 武家门了 他怎么来的 你比方说这个范家门 就是哪行都有祖师爷 名叫360行 无一行不成世界吗 这个说要范这行 祖师爷谁呢 范丹 这个范丹呢 他是东汉人 可是在传说当中的硬扯呢 把他跟春秋战国扯一块 跟孔夫子扯一块 说这个范丹老祖呢 当年呢 不孔夫子呢 鳄鱼陈菜嘛 到陈国菜国 这周游去没菌煮赏食的 都快饿死了 这范丹老祖呢 给他弄了粮食 给他弄了衣服 这孔夫子算没饿死 加上这些门徒 所以后来读书人呢 就等于欠要饭这行的 所以这个要饭呢 后来一到谁家贴春菱 一看有文化 知识分子 读书人家庭 那你就得要 为啥 你们祖师爷欠我们祖师爷钱 我们现在要人情来了 你看块板里头有那么一段吗 叫这这个 叫掌柜你听端详 在东周列国 就我们这一行 孔夫子无食困陈菜 请来了饭丹老祖宝 两个宝 进了你们吃 进了你们穿 进了你们米筛和面筛 直到现在没还完 你看 他讲这段历史 就是欠他 其实呢 饭丹呢 只是一个 穷困潦倒的人 等于一个代言人 你看咱们那个 说书的前面 定场是有那么一个吗 叫 石从夜梦坠马 醒来告语湘林 千阳台九堆满门 与他压惊解闷 饭丹已被全咬 冤他不加小心 看起来敬富不敬贫 事态言良可恨 就说石从 咱知道过去大富豪 说晚上做梦啊 梦着从马上掉下来了 早上起来 吓一身冷汗 跟湘林一说 湘林他有钱呢 都溜须他呀 千阳台九来慰问他堆满门 你等饭丹呢 要犯花子穷啊 让狗给咬了 大伙都说 你咋不加小心 你看这 你看 最后结尾很有力 看起来敬富不敬贫 各位 事态言良可恨 这范丹就是一个穷人待业人 所以范家门呢 就特指这种穷昏潦倒的 真是没招没落的人要犯 这范家门 武家门呢 不一样 武家门其实啊 他得算义人 这武家门祖师爷谁呢 吴子虚 咱们都知道吴子虚呢 楚平王 杀害了吴子虚 他爸爸和他哥哥 吴子虚呢 置身一个人跑出来 当时呢 郭昭官一夜白头来到吴国 饿得都不行了 他这才 他会乐器 吹这冻枭 在大事皆事之上 吹冻枭 要犯 被贡子官看着 这个人骨骼清气 不是凡人 所以吴子虚 行起的方式是通过乐器 这怎么叫叫花子叫花子 这个叫就指这个乐器 通过这个方式来行起 其实是一个门户 这武家门 还有李家门 李家门从哪来呢 就是咱们有朋友看过 李毛换太子 李毛换太子说 李太后被人陷害了 李毛换了太子 流落到这个民间18年 后来在寒瑶里住着呢 有要犯花叫范中华 伺候他 拜他当干娘 二人传里头就有这段 范中华别母 唱得悲悲惨惨的 很多人听着都掉眼泪 所以这李太后 在民间行起 他就属于李家门的祖师爷 他有个特点呢 背这么个搭子 就是个兜子 这里装着三尺三寸三的 皇上给的那个手帕 也就就就 皇家龙帕 装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 李太后奉旨行起